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她自己提出要住养老院的 王女士为什么想去养老院呢 我们来听听她怎么说 王女士的自数 我今年68岁 有一儿一女 十多年前老伴就走了 如今女儿远家外地 儿子也结了婚生了娃 老伴走的时候 我刚退休没多久 老伴的离去让我的生活变得孤独无趣 感觉没有老伴陪着一个人生活太难了 儿子结婚后 儿妻怀孕休假在家养胎 儿子因为工作忙不放心 所以想让我去照顾一下 虽然一个人生活无趣 但也不想去儿子他们家 但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压力也大 为了让儿子安心工作 为他们减轻压力 我搬了过去帮忙照顾儿媳 儿媳怀孕后我也挺开心的 我终于要抱孙子了 照顾儿媳那段时间 我就负责帮忙做饭打扫卫生 虽然比较麻烦 但自己感觉都值得 反正又不是给别人做的 本以为等孩子出生了我就能离开了 没想到孩子出生没多久 儿媳就说要去上班 儿媳说反正我已经退休了 要不就花点时间再带带孩子 面对他的请求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只能勉为其难答应了 在我照顾孙子的那段时间 儿子他们根本没有给我生活费 平时家里的柴米油盐都是我出的 连孙子的奶粉钱都是我出的 我每个月就三千不到的退休金 自从搬去儿子家后 每个月基本上没存住钱 我那时觉得等孙子读幼儿园了 我也就完成了任务 到时候儿媳早上班 顺便就可以送孙子上学 我白天在家也没什么事可做 到时候就可以搬回去住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很快孙子就要上幼儿园了 本以为自己可以解脱了 没想到儿媳说 他们上班时间早 早上如果送孩子上学 再去公司就会迟到 所以想让我继续带孩子 听完我心里很不舒服 说实话 我帮他们带来这么久的孩子 儿子和儿媳连一句感谢的话 都没说过 平时还埋怨我这里做得不好 那里做得不好 如果家里缺什么东西 他们总是说没时间买 让我有空了帮忙去买 每次都说我买了给我钱 但实际上没有一次给过 那几年我每个月的退休金 都花得干干净净 我都不知道自己年纪大了怎么办 本来想存点钱养老的 可这样下去根本存不了钱 我总不能张口向他们要钱吧 万一自己老了没点存款 儿子对我又不管不顾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 那次面对儿媳的请求我果断拒绝了 其实这几年他们夫妻经济条件已经挺好了 就算没有我帮忙照顾孩子 完全有能力请个保姆接送孩子 他们只是觉得有我这样免费的保姆划算 不仅不用开工资 而且还省了大笔的日常开支 后来儿子也过来劝我留下 儿子说 妈 你回去干嘛呢 反正都在这里住那么久了 这里有吃有喝不是挺好的吗 你回去还不是一个人过 那多无聊呀 听儿子说完我真是气得不行 我强忍住怒火坚决要回去 他们见我态度坚决也没了办法 后来儿子开着车把我送到了车站 就这样我搬回来自己的房子 搬回去后 虽然是一个人生活 但内心却无比的轻松 感觉那几年过得太压抑了 每个月的退休金不多 但足够我一个人生活了 而且还能存下不少钱 留着以后以备不时秩序 我是个爱热闹的人 回到家后 除了偶尔到邻居家串串门 平时都是一个人在家 倍感孤独 我偷偷地去了解了附近的养老院 发现养老院里同龄老人很多 大家在一起 有很多共同语言 聊起天来很开心 平时还可以一起打牌下棋 唱歌跳舞 好不乐哉 于是我便萌生了去养老院的想法 儿子知道后极力反对 我知道他担心什么 便解释说我会告诉大家 是我是自己要去养老院的 不是因为儿子不孝 当然儿子惦记他退休金的事 我不会说 儿子拗不过 只得同意 我如愿住进了养老院 在养老院里 经过护工专业细心的照料 我的脸色红润起来 心情也好了很多 我本来是开朗外向的性格 住进养老院后 很快结交到几个知心姐妹 平日里大家聊聊家常 散散步 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一天 儿子和儿媳提着一大推东西来养老院看我 说 我们接你回家 老妈 家里没你玩不转了 我说 我在电话里不是说了吗 我在这里挺好的 你们不用来 我明白 你们让我回去 像以往几年那样 接着当保姆 说道着 儿媳说 妈一家人别说保姆保姆的 不好听 其实呢 事情也不怎么多 早餐不用你管 孩子早晨上学也不用你送 你可以去跳广场舞 玩市去市场买买菜 午间做好饭 把孩子接回来 他吃完再送回去 午后呢 把晚饭需要的东西准备好 到孩子放学的时候去接回来 然后做晚饭 我们下班一起吃完饰 收拾好碗筷 搞定卫生 倒了垃圾 再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好 晾上一天家好了 妈就这些 我听着这些话 气笑了 就这些 说得多轻巧 我那老头子走得早 我又当妈又当爹 跟当牛当马似的折腾了多少年 如今六十来岁了 就是机器也得报废了吧 儿子说 妈坚持一下吗 反正你都干一辈子了 我这次态度坚决 说 正是因为干了一辈子了 眼看着就要去火葬场了 你们做儿女的才让我轻松几天 不能拉我回去当保姆 对不对 在我的强烈反对下 儿子儿西娅口无言 灰溜溜地走了 照顾孙子那些日子 我几乎没有自己独处的时间 每天就是像保姆一样做饭洗衣带孩子 忙得焦头烂额 自从我搬回来后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 经常和身边的人出去玩 学着跳跳舞 打打太极 这样的生活多自在啊 现在我是宁愿住在养老院里生活 也不会想去儿子家里坐牢了 我是想好了 如果儿子和儿媳再想让我去他们家 反正我是不会再去了 也不会让他们继续啃老 我也没指望他们给我养老 也没想过他们给我多少养老钱 只要他们记得我当初的付出 不再来缠着我 我也就满足了 时代在发展 我们的思想也应该在改变 不应该再停留在旧时代养儿防老观念 父母应该提前做好自己的养老规划 保持独立性 攒够养老钱 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如果人老了没有存款 万一生病了需要花钱给怎么办吗 所以 人老之前一定要存下养老钱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老本都挥霍了 在现实的生活中 有很多的老人都把自己的钱给了儿女 买房买车了 所以说 人要趁着年轻的时候 真的要多给自己存一笔养老钱 不然到老了 没钱花的时候 想挣钱也无能为力了 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人老了 身体不好是自己也痛苦 还要让儿女嫌弃 所以晚年有个好身体是最重要的 久病床前无孝子 再好的子女 也经不住父母长久生病的拖累 所以 老年人闲来无事 不如多去外面走动走动 运动是生命的源泉 多运动运动 总是没有坏处的 况且现在的年轻人 大都是到大城市去发展 背景离乡的一年到头来 都很少回家 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就是给老年的自己一个保障 比养儿房老更可靠 有了好的身体才会拥有一切 特别是到了老年 拥有一个好身体 比拥有一座金山还重要 人老了也应该要明白 晚年生活更重要的还是得靠自己 不能只顾着子女帮忙养老 自己提前做好准备 就算子女以后对你不管不顾 一个人生活也完全不用担心 作为子女也要多替父母着想 虽然父母为子女付出不求回报 但是既然结了婚就应该担起责任 不应该时刻还要父母操心 作为父母 照顾了子女大半辈子也很累 自己也需要时间休息 做做他们想做的事 做人要学会感恩 不要把父母的所作所为 当成理所当然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